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王永忠 Andrew Wong 我在消防界做了42年 在香港和加拿大都有服務過 現在就是我開一間自己的顧問公司 專門負責解答消防安全的問題 最近在多人多周邊地區 就有一些公司 他們在工業單位中加建了舞台 設立了一些Flexible seating 例如有一些非正式的演唱會 或者音樂會 其實這一類的東西 它會不會符合了 譬如那個建築號碼 或者火箱的東西 如果這個業主 是有真正根據建築條例去做的時候 就沒有問題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留意了 因為你用一個商業的樓宇 將它改了做一個公眾的場所的話 就有一個用途的改變 這樣根據本地的法例 即安省的法例 就應該申請一個改變用途的建築批文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當你一個由商業改了做公眾場合的時候 有很多消防和人身安全的措施 是要根據建築條例和消防條例去做好它 例如出路不夠 你要多加一些出路 緊急的照明不夠 你就要加一些緊急照明燈 或者看你人數多與少 你就要加一個消防的火警系統 之類之類 所以一個正式的生意人 一個業主 他應該留意到 經常所做的事情 都是要合法的 即是合乎building code fire code的要求 除了這件事之外 例如在演唱會 或者舉行期間 例如有些觀眾覺得很熱 或者有些類似的事情 有什麼其他事情還要注意呢 因為如果你人數多的話 空調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建築條例規定了空氣的質素 是要令到每一個在這間屋裡的人 都感覺到舒服的 所以很多時候即使入職的時候 本地的建築署 我們叫planet seminar 即批職的同事 他第一件事就會要求 所謂heat loss和heat gain 即是熱力分佈和補充 空氣的補充 那些數據 一定要在手 來決定 你那個樓宇的空調系統 那個capacity 即那個所謂的能量 有多少 是否符合你那個人數呢 要求呢 因為你只有12個人在裡面工作 還有你有200個人在裡面玩的 那就是很不同的了 還有因為你用的燈光 你用的音響 它是需要花好很多的電力的 那一般的普通電力的供應 是不足夠應付這些額外的要求的 所以你在電器局那裡 電器安全局也要申請一個permit 那很可能你要安裝多一些transformer 一些變額器 讓你可以應付到最高的需求 而不會有意外 假如那個單位的用者是一個租客 那如果改變那個premises 的用途 比如說有一個公眾單位 其實那個程序 為何跟那個部門去申請改動呢 是業主做還是租客去做呢 是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那麼我們 因為我在政府做了那麼多年 我們通常就是會勸誡這個租客 我說第一件事 你要跟那個業主商量好 那樣東西是誰負責 那個業主容不容許你做某一種改變 因為很多時候業主不想那間房子 有任何改變 那你就不能夠用那個地方 好了 如果業主給你改他的用途 那時候呢 通常是由業主入職 因為那間房子是under業主的名字 那業主入職 那樣就跟建築署去商議要做的工程 如果當我們發覺有類似的違例的情況下 其實應該跟哪個部門去投訴呢 或者去報告呢 是 那樣呢 如果我們看到這些違例的事情的時候 就一定要舉報 那麽就並不是說要針對那個業主 或者是某間公司 而是為了公眾的安全 那麽所以呢 這個是每一個市民的責任來的 那你舉報的時候呢 如果是關於建築的安全 那麽當然是建築署 如果是消防安全的 那麽當然是消防署 那麽我們在安省每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市政府 他自己屬下的消防署的 那麽有一個防火組的單位 所以呢 你要投訴的時候呢 就應該 如果是關於消防安全呢 就打電話去本地的消防防火組那裡 那麽他便會派些督察來做這個巡視的了